五倍券促进消费 没有想到呢 却被布法的分子当成了赌资 万华分局接获通报 在东元街有一处民宅有人在剧赌 那么民宅的主人还抽拥盈利 遭到远景破门 警方在现场扣押了抽头金 大概14多万元 筹码的赌资13多万元 还有添酒牌等等 甚至更发现有赌客 拿振兴五倍券来当作赌金 也一并都被查扣 这个赌场为了躲避查气 所以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之间流窜 现在终于被一举查火